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長 我們平時喝的水 都充滿了重金屬、雜質、錄氣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氣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瞬息 健波能量活水氣、生命之餘 健康之傳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大家收聽自然療法於你 今集又有我Anja和袁醫生在這裡 今晚是隨直夜的 袁醫生 是呀 我們是2010年 快到了尾聲 所以在這裡祝大家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 我們開始發覺 我們討論區 也收到一些聽眾的提問 或者醫生我們現在解答一下 好嗎 好 看看他問什麼問題 好 有一位聽眾 很緊張 急問有一個問題 他說 如果有慢性的盲腸炎的話 那是否一定要被西醫開刀去處理呢 而自然療法有沒有辦法可以醫治到呢 其實我們在節目之前 都曾經提及一些醫療的手法 不同的層面 是 你記不記得我們有次說四種醫療層面 一個就是舒緩的層面 那個取代的層面 抑制的層面 還有最後一個是重新的 再新的層面 是吧 好了 在我們面對這樣的選擇之下 當然了 如果你是用開刀的方法去 開刀是屬於哪一方面的 就是一種很徹底的 將你的器官就割掉 但是這個是代表你的身體 這個器官已經沒有了 譬如你的手指有事 你會不會考慮將手指割掉 而你處理這個問題 我真的不會 你不會的 但當然一般人在這方面 都覺得 盲腸是一個很緊急的東西 很緊急急性的問題 所以一般的醫學常識 都看到如果你遇到盲腸炎 尤其是真正的急性盲腸炎 他也認為最正確的方法 就是原来急性的开刀将它切掉 否则它可能就会穿了 穿了之后就会令到肤腔炎 甚至会因此而死亡 这个一般人都是这样想的 其实这个想法正不正确呢 在一本书 是一位四位医生写的一本书 也有很多年前的名字 我有一时讲不起它的名字 其中他就提及这个情况 根本盲腔炎无论急性慢性也好 其实第一线的治疗是不需要一定开刀 我现在讲讲由西医的立场来说 其实真正有效的对盲腔炎 其实用西医来说可以用抗生毒都可以 这个资料怎样得回来呢 原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那些战蓝上 当然有很多成几千的士兵 在生活在上面 也有他的医院 医生有时都要处理这些急性的慢腔要开刀 但在战争的环境 有时真的不太方便 对吧 有炮胆来的时候 你怎会慢慢开刀呢 他发现很多时候 当医生遇到这些士兵出现这个情况 他就这样用抗生素算 他不会去开刀 发现很多情况之后 他们都搞定了 也有些士兵很多年之后 出现了健康问题 要开刀 无意之间发现 咦?不是啊 这个人曾经试过腹膜炎 可能当时的急性慢腔是穿了 留在身体的其他腹腔里面 可能有些缘症 有些疤症 事后发现 原来他当时是直接穿了 腸都穿了 但是他有没有开刀 一样没有开刀 我一般经常想着 你一定要开刀 要尽快开刀 就算是医学立场来说 也不是正确的 因为你可以用抗生素 也可以控制得到 就算是你的腸都穿了 抗生素 有时都可以完全控制这个问题 所以 不要说慢性急性 大家知道 急性慢腔炎的症状 通常是腹部右边 肚臍打側 然后向下一点 基本上 我们叫做Body 有一个Landmark 就是说 你肚臍和盆骨 上边那方的骨头 之间的一条直线 肚臍向下三分之一的位置 这个医学就叫做Megurnies Point 这里就是那个盲腔的位置 通常如果我们遇到一些 急性的腹膜痛 即腹膜有毛病的时候 我们会去检查腹部 如果发现那个位置 你大力按下去 它会痛的 而且有一个手法 就是你大力按下去 然后很快手放出来 就是一种反弹的 rebound 的一种测试 如果它一按下去 一放手 它反弹的时候 觉得很痛 这个是代表在里面 腹肛已经有发炎 这个也是可能 盲腸炎的迹象 所以视乎位置 好了 那么 刚才我所说 西的角度 都不一定要开刀 是 抗生素也可以 在我们的自然医疗里面 我们也遇过很多这些 这样的情况 我们是不需要用抗生素 没有 我们只是用一些同类疗化的疗剂 是 大家知道了 同类疗化是一种 是一种很稀释的药 它可能是一种基本的 某种草药 或者是某种天然的物质 抗物炎 甚至是天然的毒药 但是我将它稀释 稀释到亿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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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分之一之下 才成为一个同类疗化的药 我在自己的经验里面 我自己临重在自己的诊所 都遇过这种情况 病人是很肯定的 就是是盲腸炎的 他也去普通的西医医院看过 当时那个医生说 你快去进入急症室 这个是很肯定的 是盲腸炎的 甚至义买血 白血球的数字都增加了 他真的有发炎 但是这个病人 始终对我们治愿医疗都挺认识的 他也想一下 我可不可以 用我们的方法 就不需要开刀呢 于是便进入了 当然你看到他真的很痛 你按下去 就是典型急性的盲腸炎的症状 已经在了 基本上 如果我不能治愈他 他便进入开刀 于是我就用同类疗法 在同类疗法的过去的经验里面 我亦都很多时候 有些疗剂是可以 很针对性这种症状 一些小的疗剂来的 他专门帮助这种病 当时我知道了 时间很多 我的疗剂要是可以 一不可以 他基本上都会离开 都去医院了 痛得这么辛苦 那我就开了这个药给他吃 我说你第二天回来 不可以等一个礼拜 我第二天回来 我第二天回来的时候 我再帮他检查 他的痛作已经减了一半 即时减了一半 那结果呢 我就一直用这个疗剂 一直给他用呢 结果呢 他就一路减一路减一路减 最终最终完全康复了 嗯 好了 我除了用同学疗剂 这些所谓急症的盲腸炎 我还有另外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 万一你找不到同学疗剂医生 香港也不会很多 是的 那你怎么做呢 其实一个很有效的方法 就是断食 断食 断食 一般断食是喝很多水的 是的 但如果你在盲腸炎的时候 你做过断食 你差不多水都不要喝太多 是否要给一条腸休息呢 简单来说 断食是自然界动物 遇到生病 受伤 创伤 都进行的 即是hibernate 即是你身体不进行吃东西 将你身体的正如精力 就用来养伤去治疗 其实断食的好处就是这里 即是给你的身体一个 完全身理的休息状态 将你的身体的能量 就不要用在消化 因为我们的身体消化 是用我们的身体能量 差不多占百分之七十的 即是我们平时 动动走路 它占的没有那么多 我日入身体里面的 生理系统的需要的能量 是很高的 那不吃东西 是可以说 是大大将这些资源 就是 就是草回来 就用来养病 就不要用来消化 那当然 还有一个问题 很明显 你这个盲腸 是那个大腸 和小腸之间 的一个 南美盐 南美的位置 一个 一个小小的腸 那 是食度一部分 那 如果你当时吃很多东西的时候 很明显 都会有一个问题 那 在那个情况下 我除了用同路疗法 那同路疗法 是最快 在我的经验来说 你三德骨头给它 一个小时之内 它会减轻的痛楚 即未必完全痊愈 但你知道是有效的 那 那个病人 我就用同路疗法 那我接着呢 叫它呢 就不要吃东西 那 还有喝水呢 都不要喝太多 就是不要烤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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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一杯 那 又吃到去到直腸 去到去到那个地方 那 你可以 就是 就是小小的喝一下 让水不会太过干 那你都吸收 就是在个 在个身体里完全吸收 那 那还有一样东西 我当时都安排他做 做了一个洗腸 OK 因为呢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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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美盈 所谓的那个 盲腸的地方 就是大腸的 起头的地方 那 那我就安排他做了一个洗腸 那在这三样的工具之下呢 它就完全康复了 那这个呢 是我 都几年前的一个这样的案子 那当然了 一般人呢 是不会懂得找我们的 是 一般人呢 在西域一做了训断之后 就趕快去急性室 那你进去之后 就趕快被我开了刀 嗯 袁医生 我想问一下 整个过程 如果用同类治疗 断食 加上洗腸 大概多久 可以医疗到那个 他的情况呢 就很明显了 他一天一天好 就是他不是说继续痛下去的 那在翌日已经一半 一半减了 再第三天差不多 六成 然后翌日七成 八成 那到最后呢 他都有一点隐隐痛 是 是 他不是说完全没有太痛 那都经历了 都成一个两个礼拜的 他完全康復了 那始终呢 盲脏是一个病理性的问题 就是身体的真是发炎 真是脏 真是可能穿洞 是吧 所以呢 这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功能性的问题 所以需要的时间 一定会长期不出奇的 那当他完全没有痛呢 我说的是 原来两个礼拜左右的 我觉得要很快 但问题呢 他不痛呢 是一两天已经不痛 一路一路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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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可以继续终于休息 做其他的事情 那这个一个 就是我自己经历上有这样的案子 如果有几百个 那我们整体的成功会怎样呢 那始终呢 简单来说 你是可以 选择去用一些天然的自然的工具 是吧 那处理过 如果可以就行了 不可以 你才再考虑极端的方法 那这个我说的是急性盲脏 是 急性盲脏元 这个听众都没有这么问 他可能在他的心目中 盲脏元的急性肯定是开刀 是吧 想都不用想其他方法 那我刚才所说的资料给你看到呢 其实呢 就算在西医学里面 其他可以用抗生素都可以处理得到的 那有时在一些不方便的场合 难道你真的 同不同开刀吗 开不到刀怎么办呢 用抗生素都可以 那但我又用一些更加好的方法 那有些人经常都说 我有慢性盲脏炎 那其实到底有没有叫做慢性盲脏炎这回事呢 在医学界都很有争议 那我们其实呢 很多时候这些所谓慢性盲脏炎 其实不是真的盲脏 是那个 那个 我们叫做 是大肠尾端和小肠折薄的地方 有个肠炎炎 是 就是我们有一个活门 那我们的食物 我们就吃到去 是吧 经过围啊 跟着去小肠啊 十二主场啊 小肠啊 三十几尺的 一直去到去到最后呢 慢慢就输入 滲入我们那个大肠 那这个过程里面呢 这个大肠是制度 就是食物再煮 变成分辨的 是 所以它一个活门呢 是防止这些这样的 就是 就是 糞便有菌多 那些食物的渣子 就会流回到肠 所以有一个活门在 但是呢 很多时候我们现在 那些食物的质素差啦 还有我们很多的大便习惯差啦 很多气啊 胃气啊之类的 那出现一个症状呢 叫做Eleosical valve syndrome 就是活门的割症后裙 那在那种情况之后呢 往往呢 那些人经常觉得呢 在右边有一种 隐隐痛这种感觉 那其实很多所谓 慢性盲腸炎呢 其实可能真正的问题 就不是盲腸的问题 是这个Eleosical valve syndrome 就是这个活门 可能那些骚髒东西又流回转头 是啦 户门松了啦 那些骚髒东西走出走入啊 那其实那时候呢 都不是说骚髒东西的 就是我所说的骚髒东西 其实都不是那么正确的 因为我们三十多尺的小肠 入到去的大肠 大肠都说是四尺五尺的 那大肠的开端那里呢 是食物来的而已 你食物是一些糊 来的而已 就不是那些糞便来的 那所以有一种说法呢 他说 就是有些人说 你饭后之后呢 就不要扎扎跳啊 那样的样子 因为呢 在那个我叫descending colon 去到rectum 即近乎肛门 才有糞便出现的 在大肠的大肠里面呢 那个环结肠 transverse colon 和ascending 那里都是食物来的而已 那大部分食物呢 是一个糊状 好像蜜片那样 很多水分去那里呢 接着呢 大肠就吸回水分 不要浪费水分 接着那些细菌呢 就继续来处理这些食物 那一部分呢 就成为糞便 一部分成为维他命K 在那里製造的 那所以呢 就是这个 我们的 我们就是 盲腸这件事呢 也有很多 很多错误的观点在 嗯 那医生呢 如果他 这位听众 他说他以为自己有 慢性 慢性的盲腸炎 那其实 是不是真的可能要 看医生 查清楚 究竟是 有什么问题才再针对呢 始终呢 我相信呢 就算你去看一般的医科医生里面 他都说不到 他都说慢性的盲腸炎 那怎样呢 开不开也好呢 那怎样呢 始终在现在的医生的角度来看呢 他又不是很能够 有信心的 你开了刀 因为很大机会 根本不是的 在 好像在德国曾经有个研究的 那很多的所谓的盲腸炎 他开了刀之后 四分之三发现 那条盲腸什么事都没有 那么惨 那好了 也有一种 有种说法 很多医生有时候 断错症了 结果开了刀了 发现那条腸没有事 那有时候 你知道通常 他们都要给病人看 这条盲腸 过得开来 有玻璃瓶 有时候医生 唯有出述 就把腸捏坏 那是好人好事 当然 如果真的有道德的医生 就说 哎呀对不起啊 这条腸没有事 那你封它就算了 但是你知道 现在的医疗角度 很多时候 认为那条盲腸是没用的 是吧 那么 那扭盲腸炎 那不如早点割掉它 那很多时候 就算它是 没事也好 他都认为割掉它 比不割的 既然我都开了刀 但当然 他会不会和病人说 对不起啊 我断错症 根本这条盲腸没事 我相信 四分之三是这样的 这个外国的研究下 报告出来的 四分之三 所谓盲腸炎 结果根本不是盲腸炎 根本是没事的 只不过呢 腹部有点痛 可能是胃气 痴疑齿 可能医疗斯科威尼症 就是我所说的 根本呢 你是那边痛 是不是 表面很多症状都很似 臨床症状都很似 但是真正 他开了都发现 根本不是这回事 嗯 那一般来说 你遇到这个慢性 那你怎么处理它呢 那我刚才 首先和你们解释 即急性盲腸炎 其中一个非常之有效的方法 就是断食 是 即干断食 即不要喝大量的水去断食 那一般的断食都要喝大量的水 那在那种情况下 水分都没有太多 那这个都已经是一个 成功率非常之高的 医急性盲腸的方法 那我相信慢性盲腸呢 这个方法一定一样是可以有效的 所以呢 这位 这位 这位听众 你可以自己尝试一下 那当然了 有些人对断食这方面的资讯很少 有些人说不吃东西 以为要抗议的时候 就是找自己的身体 租借自己的身体 来到做这些行为 那叫断食 其实呢 根本呢 断食是一种医疗的工具 那当然了 将来我们会 大家再讲一下 一断食是一回什么事 正确的断食应该怎么去进行 那长的断食 短的断食 其实很多很多的 那断食的好处很多很多的 那当然了 如果这位听众呢 是等不及的话呢 那我们健康店好多 这方面的书籍 是 就是自己去看一下先 那如果你真的需要 那我可以用我的医疗的方法 那帮你加足这个 这个处理这个问题 那所以呢 所以呢 就是自然医疗来说呢 对于这些处理的方法 其实是有效 和呢 我觉得是 我认为是 远远是好过被人拿 刀割掉你的身体 嗯 多谢袁医生的解答 那希望都帮到这位听众 那袁医生 我们有第二个问题 提问 有听众 那其实这个问题 他是分开三部份的 他首先第一部份 他就说 他想问一些 从事体力劳动的人 是不是 如果他是进行这个素食的话 其实会不会自己的体质 会变得很寒凉呢 和其实 和他们的低脂饮食 是不是会有关呢 就会令到他们可能 身体虚弱 比较寒凉一些 而假如 如果 如果这些人 就是从事体力劳动的人 他是进行多些吃一些好油 例如一些有机 经过挫诈 或者冷压处理的食物 或者是好油 其实是否可以跟着到问题 是否跟着到这个行量的问题呢 医生真是 要请教下来了 OK 其实呢 他这个问题也有几部分 嗯 其实大家也有点相关的 或者你整个问题 你讲一讲之后 好啊 那我再和你分开它 来和你解答 好啊 多谢医生 因为他几个问题 似乎都是大家有相关的 好啊 再听一下他再问 第二部份呢 其实他有提及到 他说 他有一个经验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呢 如果有些人呢 不能够素食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呢 一来可能他要从事一些 体力劳动的人 或者是工作压力很大 而令他消耗很大 热量的 那所以呢 这些人呢 他就需要疯狂地不断吃肉 那其实本身他自己 都不是想吃那么多 只不过是他身体需要 因为他身体呢 觉得需要一些 多些的脂肪 或者胆固醇 去支撑他的身体 而且呢 是需要区分一些 好油和好的胆固醇 例如 看看可不可以 多些果仁啦 堅果啦 来摄取一个好的胆固醇啦 那或者这位听众 自己本身有个经验呢 就是他早餐呢 他会放四至五湯匙 一些好油呢 来做一些凉拌 那我就发觉呢 他出奇地飽肚 那而且呢 对肉类的渴求呢 消失了 不用吃那么多肉了 那还有晚餐还可以禁食到 那他就觉得 想医生可不可以 详细去分析下 个中的原因 为何会发现 一个这样的现象呢 还有看医生可不可以 找一集呢 可以详细一些解构一下 这个是否 不要过分去迷信 低脂的饮食啦 因为如果这样呢 其实反而是可能 令很多人呢 容易体质寒凉 或者容易甚至 幻想这个抑郁症 嗯 OK 而另外一部分 这位听众也有说 他从他另外一个经验 如果早餐吃得太清淡呢 到晚餐的时候呢 就很容易呢 他就会暴饮暴食的 吃很多很大量的东西呢 而且呢 会容易感到肚饿的 令到他有精神不振的 情况发生的 相反呢 他又试过了 如果早餐摄取一些 足够的脂肪和胆固醇的话呢 他反而晚餐呢 可以素食啊 那晚餐还可以进行断食呢 那而他 和呢 断食的期间 他会可能吃很多水果啦 或者喝很多的清水去代替 那也都希望啊 袁医生呢 看看可不可以找一集呢 是用自然疗化角度去解释下 那种原因 和是令他们明白到呢 是怎样可以如何 就是轻松地去素食呢 都可以是 支持到自己身体的 热量的消耗 和破除低脂饮食的迷思 那麽其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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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是集中想知道 多些好油和好的胆固醇 其实是否真的可以 帮助他们去清理到 那个血管闭失的问题呢 或者甚至是 减低各种慢性病的原因呢 那麽 那麽其实呢 最后呢 他也有问 如果摄取一些好油和好胆固醇的话呢 不单止是能够令到 提供身体一个 即是足够的热量 而令到他的身体可以正常的运作 而且呢 还可以帮他清洗到血管 令到血液循环畅通 新陳代謝都更加快 还有希望可以跟着到大部分的慢性病 他想知道 或者想问一下 刑医生请教你 其实他这样的推断 是对不对的呢 很明显 这是他的亲身的经历 是的 他经验所 你不能够说 他那种幻觉 对不对 他所想的东西是完全不合理的 很明显 在他身体的体质 他的反应是这样 对不对 是 他问这个问题 很多人觉得 体力劳动的人 需要很多肌肉 要吃很多肉 是的 有一种这样的说法 这个是否 整体上 一般来说 是否这样呢 这个我都觉得是 视乎每个人的体质 因为我记得 我在读医学院的时候 在加拿大读职骨神经科医学院 我有一个同学 他是大只佬 你看到整个是举重的家 他好像是一位博士 我不记得他是哪一科博士 他就进入我们的职骨神经医学院 我记得他是素食的 他经常拿着芹菜条、青瓜 经常在咬 但你看到他的体型 整个大只佬 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那时候我记得他成四十岁 他是中途中途入行的人 好了 你可以看到 不是一定要吃肉才制造肉 很多人就视乎他的体型 但中国人也有这么多年的经历 和经验 知道有些生冷的食物是属于行量的 也有很多女士 如果吃生冷食物多 可能会影响她身体的生育方面 和女性方面的荷尾蒙 很明显 我们身体需要的食物是多方面 除了淀粉质 亦需要蛋白质 亦需要脂肪 亦需要抗物炎 维生素 酵素 其实我们需要的食物是多方面的 很明显 很明显 我们为什么听众 就觉得 如果他早上吃多些 胆固醇高的食物 例如肉类 鸡蛋 那样 就饱肚一点 不会那么容易饿 很明显 因为这些食物 卡路里相应是高很多 对不对 那你吃油 吃蛋白质 你的卡路里 是高过一般的 的蛋白质 所以 如果你早餐 是吃很多 所谓 肉类 高胆高醇的食物 吃多些脂肪高的食物 那你就觉得饱 对不对 有些人也是 如果吃不到油腻的食物 他觉得肚子好像没有吃过 相近一点 但是也有些人是这样的 如果他食物里面 比如那一餐不吃饭 他就好像是相近一点 有有有 我认识一个佛业的朋友 他是女士来的 他说他三餐都要吃饭 早上都要去煮饭吃 那这个就比较上 一般香港人 就不是那么多人这样做 通常早餐 吃早餐的食物 简单一点 那这位朋友 他说他三餐都要吃饭 那这个情况 那这个原因就是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体质不同 在西方有句说法 One man's food is another man's poison 这句出现过了 那就是不可以说 一种的食谱 一种的饮食方法 是适应所有类的人 很明显不是 就是不同的饮食方法 高蛋白质 高脂肪 或者高碳水化合物 低脂肪 都有人尝试过认为 对他的身体有大大改善 那就是 虽然他们的食方法 那么不相似 但是他们的身体 都觉得是非常之好的 因为靠这种饮食方法 那我也都知道 在地球上 有很不同的国家的人 他们的饮食是很不同的 比如爱斯基摩 他们吃了很多肥肥的食物 很多脂肪的食物 比如有些非洲的人 他们的食物是 包括血 肉类 水果 也有些南美洲 或者那些 Polinesia 那些海岸 那些人吃水果 比较多些 吃鱼 那你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地球上 有很多不同的地区性的人 那些食物 是因地区而很不同的 但是呢 他们的整体来说 他们的身体都很好 那就是 正如我刚才所说 每一种食物 要视乎你的身体类 那当然 我们很多人 就是会觉得自己的身体有问题 那他会尝试一下不同的方法 那有些人呢 比如说 生机饮食 用那个 FIT一世的 Concert 其实是Natural Hygene 他们的提倡那种饮食方法 那他觉得是不错的 就是轻松了 他也没有那么饱饱滞滞 那但是呢 很多时候呢 你会发现 那些人如果是长期的饮食呢 到最后呢 他会觉得那些人的精神没有那么好 嗯 皮肤干旱啊 那个面色也没有那么好 那会有这种情况的 还有那些人呢 整体的体质很寒凉的 那这个你 其实在我们的身边 认识的人里面呢 其实有时候呢 你都会发现得到的 那那个情况就是呢 就是我们每个人的 新疼代謝的需要 那个类别不同 那我们公司都有些 有些这样的 那些测试的方法 那其中 有一本书呢 就里面有成 有成百几二百条题目的 那你就 那你就 由那本书的 那个手冊里面呢 你自己 就是跟进这些题目呢 由那里定你的体型 就是你的身体呢 是适合于食素食多呢 还是吃肉类多些呢 或者呢 有些是两样都可以的 有些就 然后一类的食物 比第二类的 那这个是一种方法 那另外有时候呢 我由头发测试那里呢 都可以断定那些人呢 是不是要高蛋白比较好些呢 或者是那个 那个 电氛汁 生机飲食好些呢 那当然了 减肥 很多人都 都去向往的 那整体来说呢 减肥的那种方法呢 似乎呢 是高蛋白的方法呢 是比较有效些的 那高蛋白 和那个水果 蔬菜 那这个似乎是比较有效些的 那好了 那和这个听众又提出一样的呢 他说呢 他提出呢 有些人呢 吃这些这样的低脂肪食物呢 是容易出现了抑不淨的 那其实这个的起源在哪里呢 在都70年代呢 有一位 有一位 有一本书呢 叫做The Pritikin Diet 那Pritikin呢 是一位 一位 工程师 那他自己呢 就患了严重的心臟 那当时呢 他可能都试过一些西药 觉得那些苦作用 令他不想继续用这些药物 那他就做很多研究 做一些营养的研究呢 他结果呢 设计了一种的饮食方法 那这个饮食方法呢 就是很低脂肪的 低脂肪的 低脂肪的 知道什么 低到呢 差不多你的卡路里进食的5% 是由脂肪那里来的 那一般人呢 一般食物是30% 30-40% 而那个蛋白质呢 都非常之低的 好像都是15% 那一般人的蛋白质的进食率 都30% 那当然其他呢 全部都是一些 就是复杂的 的炭水化合物 就是Complex Carbohydrate 有效呢 那很明显呢 他这本书出现了 原来也暢消了一段长的时间 那很多人跟随了之后 也都觉得有效的 那现在近代有些医生呢 都是用相似的方法呢 都是处理了很多的心脏病 那些这样的血管闭塞 那些问题的 但是呢很奇怪 最后呢 这位Pritkin 这位工程师呢 他结果呢 是自杀了 那为什么呢 那好了 那些人开始研究 他身体挺好的 是不是 推荐这本书之后 但他为什么会自杀呢 那很明显呢 一个原因呢 就是 原来他自己有癌症 有暗的癌症 他知道 他知道 但他可能都没有公布出来 那这样 那加上呢 他很明显的自杀 那当然是情绪低落 那事后那些人开始研究呢 发现呢 真的呢 如果你那个身体里面的 膽固醇呢 真的降得很低的时候呢 你那个自杀倾向 和那个暴力而死亡的倾向 或者意外的机会呢 是增加了的 那所以 刚才这个听众下 这位读者提出这个 抑郁症呢 其实是有根据的 那我们过去都发现呢 很多人呢 因为要减肥 那吃的很低脂的食物 或者吃的药呢 是防止脂肪被身体吸收呢 是 其中后遗症呢 是结果是很严重的 情绪病出现的 嗯 所以真的会 有机会 就是患上这个疑症的哦 那多谢袁医生的解答先 那其实呢 还有问题呢 是还想请教完医生的 那不过我们现在休息一会儿 谢谢 谢谢 再见 下次再见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均3w.healthshop.com.hk 好休息完回来了 又有我Anna和袁医生在这里 袁医生刚才呢 听众其实都有提及到 胆固顺这个问题的哦 我知道其实现在呢 这个社会很多人都有高胆固顺的问题 还有呢 就因此而盛行一个低脂饮食的习惯 那其实可不可以 不如和我们说多些关于这个高胆固顺的问题呢 刚才各位 就是我们那个 听众的资料 那其实很明显呢 其实它围绕那个关注的地方呢 其实都是和那个高脂啊 胆固顺顺 就是为什么那些人吃酥食啊 都想着呢 啊挺好啊 可以吃一些低脂肪的食物 低胆固顺的食物 那正如你刚才说呢 现在很多人呢 差不多呢 在病人里面呢 大部分很多些 所谓 不用太大研究 中研究 已经开始说呢 啊医生说他胆固顺高啊 超便 哇 又不吃得龙虾啊 又不吃得牛扒啊 是 那就是很可怜的 那就是很可怜的 什么都平时很喜欢吃的东西呢 都完全戒了口啊 那这样 那吃些 那就是 那就是 那就是这种这样的 这种这样的 那就是对胆固顺的 那些这样的疯狂 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根据呢 这个根本是一个医学界的大骗局呢 那今天呢 我就会跟大家介绍一本书 那这本书呢 那是英文叫做 What doctors don't tell you The truth about the dangers of modern medicine 那作者是Lynn Mattaget 那是一位英国的 一个英国的记者来的 早年 那他就二十几年前呢 就已经开始呢 就是写很多这方面的资料 是关于医学界的 就是现代医疗的问题 那还有些什么 其他更加有效的工具 那他有个newsletter呢 也都叫做 What doctors don't tell you 那是成二十几年的历史的了 那他就最 几年前呢 就将他过去那些收集的那些 在他那个 那个月刊那些资料呢 就集了一本书出来的 那这本书的名字 也都跟一个名字叫做 What doctors don't tell you 那好幸远了 这本英文书呢 就已经被人翻译了成中文的 那他名字都是叫做 医生对你隐瞒了什么 看医生前 不能不知的问题 医生对你隐瞒了什么 好了 那里面呢 当然讨论很多很方便的 一般人对医生 不肯说的真相给你听的 那包括很多时候呢 诊断方面 就是我做很多些 诊断的步骤 那包括 就是量血压 做那些 那个 X光 那个 Bone scan 看看有没有 有没有 够不够 CT 磁力共振 那很多Must group Must group 很多这些诊断的 那到底 那些诊断是有多少 多少价值呢 那也都很多时候呢 亦都很多时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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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叫一些孕婦做多些运动 也有没有用 科学上有没有任何证据 对它有没有用 本书有一个提及 很多时候我们说要及早发现 于是叫人及早去试检查 看看有没有癌症 做多子宫抹颈检查 做乳房的X方检查 看看有没有子宫瘤癌症 前列腺癌症之类 有很多很多试检查 到底这些试检及早的检查 是否真的有用 是否真的令到你的病 及早发现 令到你的生存提高了 也有所谓的预防 其中我们稍后会详细和大家分享 就是说胆固症的问题 好了 好了 也有这本书说很多很多其他东西 我们慢慢地 就会和大家分享这本书的内容 那这本书 如果大家急不代及想去买 在我们的健康店 中环和铜锣湾 都有这本书 但最近的copy不是很多 只有几本 我们当时早期早年都有很多本 在这本书 外面市面 我并不太觉得 外面那些书店 我并不太觉得这本书 始终这些书不是很多人认识 那大家如果真的想早点知道里面的资料 可以自己走上来买这些书 但我们都会陆续在我们的节目里面 和大家分享这些 好了 好了 胆固醇 胆固醇到底是一个 真的值得关注的问题 还是一个医学上的大骗局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好了 你看回我们科学上的资料 原来 我们胆固醇 这种这样的 我们叫做 fallacy 即谋梦论 是什么时候开始呢 大概是1960年代 那开始 医生就开始 假设 假设 如果我们能够减低胆固醇 我们可以预防心脏病发和中风 这是一个假设 从来 不要真真正正正 根据任何科学方面的证实 假设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慢慢地 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呢 他很可能 当时有些人被中风的心脏病 帮他们看回他的血脂 发现他们的胆固醇 有些血管是闭失了 那么他们开始就作这个假设 因为有些病人是这样的 所以很可能 这个是一个 导致他这个问题的主要空手 那我们最后年 我们慢慢发现 原来都没有关系的 原来很多时候 这些胆固醇 是在心脏病发之后 它才凝结起来的 不是那个血管 一向都有的 反而在一个过程里面 你身体的血管有破绽 痠了 有撕裂 有发炎 身体就为了维修这些烈痕 就用什么方法呢 用油脂去铺白它 所以胆固醇呢 其实就不是起因 只不过是那个问题出现出现的结果 那比个例子 那样 你在一个高速公路里面 在一个高速公路里面 那你遇到交通意外 那样 那你当时呢 你都每次去餐厅都看到 一些救伤车在那里 是 好了 那比如就是这样呢 我们如果就这样看表面的现象呢 我们可以说呢 救伤车是令到意外发生的 因为你去的时候 它都在 明白吗 是啊 就是你见到它了 很荒谬 那变成呢 这个譬如就是这样 我们有时候见到 这些胆固醇聚积在血管里 就当作胆固醇是空手 其实呢 这个胆固醇出现呢 就是因为你的血管破坏了 出了血 发了炎 有炎症 身体就说 我们要补回好它 就是补回滑那个血管壁 那用什么补呢 就是用油去补 用胆固醇去补 所以呢 这个我们最后慢慢地发现了 那个梦是这样开始的 好了 但是因为当时呢 他们开始有这种这样的讲法 这种这样的念头 那他说呢 如果我们有办法呢 想办法呢 将那个胆固醇降低它 用药也好 或者减低那个脂肪的进食量 那我们是可以预防那个心脏病法的 那这个呢 就突然之间呢 将整个医学界 食物界呢 就全部呢 就开始呢 是 就是全力呢 去去去去去做这些 高胆固醇的事件 就是检查 还有呢 就想尽办法呢 是将它呢 就是用一些低脂的食物 还有呢 就是避免吃很多些 基本就非常之有健康的食物 譬如鸡蛋 那些人都要戒掉 那些食物 那整个风气呢 就是这样来的 那令到整个西方的国家呢 对于脂肪呢 就好像 原来说 脂肪就害怕 那样的 那很多时候呢 就说乎那些很年轻的那些 那些病人 在美国、英国也好 都是因为呢 化验症 这些所谓的 就是诗检 发现它的胆固醇高了 就叫它长期呢 是服食这些药物的 那在英国来说 在1986年到1992年之间呢 这些酱胆固醇的药物呢 是增加了成六倍的 甚至乎那个麦当劳都好 当时呢 都看了广告那方面呢 都加入这个阵容呢 然后叫那些人呢 就是要降胆固醇 之类之类 那虽然是这样说呢 但是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从来没有任何的 科学的证明呢 胆固醇和心脏病 是有因果的关系 是从来没有任何的科学证实呢 即是胆固醇呢 是导致心脏病出现的 嗯 嗯 我们只不过是假设 我们呢 假设呢 那个心脏病的病人呢 是有高的胆固醇的 那我们也都 假设呢 这些的胆固醇呢 是导致它的血管是硬化的 那我也都跟着 假设呢 如果那个食物里面呢 是高胆固醇的话呢 会导致呢 你血的胆固醇呢 会增加的 那接着呢 会最后呢 会导致我们的心脏病 那其实整个的 整件事呢 根本是从来没有科学证实过的 只不过一连串的假设 那最后我们发现呢 用了这些这样的预防 所谓预防呢 30多年 40年呢 是 叫人呢 就是 吃那么多胆固醇 降胆固醇药 还有呢 吃了很多这样的 低胆固醇的 这样的人造食物 从来呢 不觉得 在那个预防心脏病法呢 是有任何的资料呢 是证实是出现了的 相反地呢 发现呢 这些这样的饮食习惯呢 是令到很多人呢 是增加他的死亡的 为什么呢 还增加死亡 那就是呢 你可以看到呢 现在今时今日的人呢 死在这些心脏病啊 中风啊 癌症啊 有没有减的 是一直都没有减的 但是我们进行这些 这样的预防啊 所谓预防啊 的步骤啊 有人吃一世吃胆固醇药的呢 其实呢 我们做了成几十年了 但是我们整体的社会 在我们文明地方的社会的人 这些病呢 这种的病呢 是根本呢 是没有减过的 好了 相反地呢 这种降胆固醇的药呢 是可以说呢 是可能呢 在那个心脏病发那里呢 是心脏病发了呢 是减低的 但是死在心脏病呢 是没有减过的 嗯 就是整体来说呢 那个死亡的人数呢 反而是增加了的 奇怪了 为什么又会这么推行这个低资啊 或者要讲胆固醇这个 道理呢 是的 我刚才所分析给大家看 当时都是因为 好像在交通意外 原厂见到救伤车 就以为救伤车是导致那个 那个意外出现的 原因啊 好了 最近开始呢 就有一些新的 就是科学上的资料 那他说呢 胆固醇呢 就是未必是 导致那个心脏病的主要因素 那其中一个在荷兰 哥本 哥本 哥本哈根 在做一个研究呢 差不多了二万人 二万的男士和女士 那么呢 他们呢 就发现呢 除了 胆固醇高的 差不多是最高的5% 那些人士呢 他们 可能呢 是 那个心脏病的风险是有增加的 嗯 但是他发现呢 原来 很多很多这些心脏病的病人呢 他的胆固醇 根本是完全是正常的 那这个是经过一个大型的 是说二万的病人的研究呢 发现呢 根本大部分的心脏病的病人呢 他的胆固醇 根本是完全是正常的 那就是 其实心脏病和胆固醇 可以说正式拉上关系 没有关系 完全是 没有科学证实过是有任何关系的 那1950年呢 有一个就七个国家的研究了 那就开始去探图了 就是什么会引起我们那个 那个心脏病呢 那他将这些资料呢 就是过去25年来的资料呢 就是不同的研究的数据 那他们的结论来说呢 他说呢 他说呢 道致这些心脏病的成因呢 那个是很多的 亦都比较复杂的 那当然呢 包括呢 都是痰固醇啦 吸烟啦 高血压啦 那或者呢 那 redundant 喝食习惯啦 那因为呢 那为什么呢 他们发现呢 那個 diet 那方面呢 飲食习惯呢 就是不同国家的飲食习惯呢 反而呢 是很容易看得到呢 心脏病 在不同国家的心脏病 以及饮食方面的关系 即是和饮食习惯更大关系 其中一个有一个荷兰的研究 他去一个地方叫Minsk 可能是荷兰一个小的城市 因为那些地方的人的心脏病是特别高的 开始他向医院的病人 可能是其他病人 即是普通病院的病人 就抽取他的身体脂肪的样本 分析一下脂肪里面 但发现 虽然这个地方的人的心脏病是特别高 比较一般其他的地方是高 但他们没有任何的显示 他们的所谓饱和脂肪是高的 或者他们的必须要脂肪酸是低的 换句话来说 虽然我们认为脂肪高 必须要脂肪酸是对我们的心脏病有关的 但发现他们完全在高心脏病危的地方的人 血脂全是正常的 如果跟现代的饮食习惯有关 其实会不会说 哪种饮食习惯的人会更加容易有心脏病呢 而大家需要留意呢 他们其中有一个研究是找一些年轻人 我们前一次也提及过的 叫那些年轻人吃多些鸡蛋 因为很多人都说鸡蛋有很多胆固醇 那些人就割了它 不肯吃 那他始终有一个研究 叫那些年轻人的志愿研究 那些大量吃十几只鸡蛋 发现最终呢 他们的胆固醇 不单是没有增加 甚至乎都减买了 那也不是直接有关的 是的 即是说你食物的胆固醇 和你身体的胆固醇 其实不是那么直接关系的 原来我们身体自己会制造胆固醇 是 但百分之七十到八十个胆固醇 我自己身体的肝去制造 似乎我们身体需要 当然我知道身体的胆固醇 就是要处理荷尔蒙 那些雷固醇 和我们神经系统那些物料 其实是胆固醇的 那 发现 就是 那个 那个 就是那个身体呢 其实呢 大部分的胆固醇 是自己做的 食物呢 只要占达15% 就是影响 由食物影响 来到 原来是很少的 那还有这些研究呢 是发现 年纪大的人呢 他们的胆固醇呢 是 就算他胆固醇 是稍为高一点 那当他是 二百四十的mg 一个 七十岁以上的人呢 他说 这些年纪大的人呢 他胆固醇高呢 是不会增加他 就是这些 所谓心脏病啊 或者 那个心脚痛 那个危机的 是完全没有增加到 那就是很明显 就是 在这一组人 在这一组人 就是年纪大 七十岁以上的人呢 他那个胆固醇高 是对那个 心脏病那个 是没有关系的 就不会增加他的危机的 那还有发现呢 如果女性 如果女性呢 他那个食物呢 那个脂肪比较低的时候呢 反而会增加 对他心脏病的危机 就是说 女性里面呢 他又会 然后是很不同的 嗯 就是太低脂的 饮食习惯也都不正确 是的 嗯 是的 那还有一个研究呢 他说呢 如果有些人呢 是 即是早期呢 他们呢 就是 那个心脏危 高危 是属于高危的人 是早期来说呢 那吃那些 酱胆固醇药呢 是早期呢 就好像有些 有些帮助的 那但如果那些人 那个不是一个高危 是中危的人呢 吃这药是完全的 没有分别的 没有帮助的 那如果那些人呢 是低危的东西呢 那时候呢 如果他吃的呢 他们还可能呢 他增加他的死亡率的 好奇怪啊 就是其实 呃 胆固醇 其实和心脏病 应该没什么关系 而自己的胆固醇 也都自己会制造 和你的饮食习惯 也都不是太大 是的 那那 虽然 我来讲 给很多这些研究呢 但是在医学上呢 都很多医生呢 都都认为呢 是就是有 很多科目证实了呢 是胆固醇呢 是对那个病是有关系的 那其中的 比较主要呢 是有一个 有一个study呢 叫做是WOSCOP的 这个study的 那这个study呢 就是用一些高危的 高危的心脏病的病人呢 就大量大量吹嘘这个study的 包括两位诺贝尔的得主呢 都是用这个study 和有一个叫做4S study呢 就是这两个呢 就是表面证实了呢 就说胆固醇呢 是有帮助的 但是结果 后期呢 有很多科学家呢 去仔细分析这个研究呢 发现它有很多很多破绽的 因为它的对照组那方面的人呢 是有很多是本身高危的 也有些有些病人本身呢 他除了他除了接受 吃了那个酱胆骨醇油之后呢 他也做了很多其他的治疗 比如通血管治疗 他做过很多东西的 那当然了 这些治疗呢 你做完了之后呢 早期呢 是会减低你那个心脏病的发作的 那结果呢 他发现呢 根本真真正正的效果呢 是很少很少的 很少很少的 那发现呢 比如心脏病的存活率呢 当它是五言的存活率呢 来说呢 它只不过是增加了 由96%增加到97% 是1%的而已 那这个就是WOSCOPS 这个的study 另外4S study呢 是只不过增加到 由7.7%到91.3% 那就是呢 其实呢 所谓的存活率是增加的 是增加的很少很少的 好了 那用回这些这样的 就是这些所谓的benefit 来到来到 在经济上来计一计 他说呢 如果我用那个 那个WOSCOPS 这个研究呢 他说呢 我们能够是 达到了2.2% prevention 就是2.2%的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呢 我们是需要 为143位男士 有高胆固醇的男士 去连续呢 是接受治疗5年 才可以呢 是避免一个 心脏血管的 导致的死亡 嗯 那你知道呢 在美国来说呢 这些这样的 所谓的 这些抗胆固醇药呢 差不多要 一个月 差不多要100元 美金的 一年呢 每个 比如你做五年里面呢 那这些人呢 要用那些药呢 比如143位男士用五年呢 是说85万8千元的 那你才可以预防到一个 一个 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 因为吃这些药呢 是减得一个死亡的 那如果 因为我还会说呢 是女士来说呢 就是中年的女士呢 她们那个患 那个心脏病 那个危机呢 那个机会呢 是男性的四分之一的 那就是说呢 要预防一个女性 心脏病法呢 她所花费呢 是差不多是340万元美金的 药的 药的 药物的价值 才能够预防到一个 一个人死在这个心脏病 那好了 那我们说是这样 有些人说 那始终呢 生命是无价保的嘛 对不对 虽然85万 85万8千人用的药 可以预防一个死亡男性 女性是340万 那起码都可以减少一个人死 那我们没有没有考虑到呢 第一 是不是这些药是没有副作用呢 这个药有很多很多其他副作用 对不对 那很多人吃这些药 出现一种症状 是周身的肌肉疲劳痛都很厉害的 那也都有这些 这些胆固醇药 是相干相到很严重 有些人因此而死亡 那其中一个药叫BACO 那其中一个药是 那其中一个药是 抗胆固醇药的 那结果呢 因为这些死亡人数 一直这样出现 副作用 导致呢 那这些药呢 就是在那个 在那个市面上 是被剥走的 那好了 那它根本的胆固醇药呢 就是那个效果 就算有也是很少很少 那还有呢 它有这么多副作用 那我们就要开始问了 那其实 我们有没有其他 是呢 有没有其他方法去降低 胆固醇药呢 有什么天然工具呢 袁医生 是的 那就是我们 你也看到了 那副作用 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 那个 那个 就是 相干 那样 那 其实很多时候 发现呢 吃这些胆固醇药 是会出现很多很多的 其他副作用 那包括呢 有一种叫做 Colestramine 那叫做 Colestramine 这种药 那是很常用的 那它的副作用 包括呢 是便秘 那个 放屁多 那 那个 心却液 那 作呕作门 那 那个 有些药呢 是导致的 口干 流鼻血 那 还有呢 直接是 呼吸不到的 即是不断的 就是不够气的 那还有呢 是 很严重的 很严重的 身体的 那个 那 那既然那么多 那么多的副作用之下呢 为什么我们不会考虑呢 其他的 一样是非常之有效的呢 那 那如果大家仍然都很担心 就是这种 那样的 就是 蛋固醇这个问题呢 其实呢 我们是可以呢 食很多 用其他的方法的 因为呢 我们最后发现呢 导致我们的心脏病 那个 那个 那个主要空手呢 不是那个 不是那个 蛋固醇 没错 除了你是先天性 或者家族性的 那可能五百个人里面有一个的 那大部分是其他因素的 比如其他因素呢 就有一种 一种物质叫Homo Homo Sistine 那中文呢 就是同形半光安酸 Homo Sistine 那这个呢 反而是导致我们 那个 那个心脏病危机的 那么 所以我要控制呢 是用一些方法呢 是处理这个 Homo Sistine 那有些什么做得呢 Yucine B12 Paradoxan 就是维他命B12 那有一个叫做Trimethylglycine 那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可以吃多些鱼油 就是 基本上吃很多脂肪的东西 但他们那个 就是有一个研究实验里面 2000人的community 一个都没有死心脏病的 那么 那还有其他一些 就是EPA DHA Omega 3 那个油 那 那吃那个 深海的鱼 就是不是那些养鱼 深海的鱼 就是那些鱼 那所以 他们的Omega 3 那个是比较高的 那什么鱼呢 三文鱼 那是黃鱼 鳌鱼 popul折鱼 鱼 鱼 海鱼 那個 폭爪 所以 among friendships 那这样 那这些白 눈 是全是可以与你的食物 可以减低我们它的IA 這個本身是生病毒的 有些生病毒 色彩是 swallow 咖喱 咖喱 Parras 那这个饭 都是我们的食物里面 是很容易得到的 也有类的 一些叫 dinero 是这个 一种香 Kenny 我们做北京甜蜜茶的香料 也可以帮助我们控制我们这方面 大蒜、加力、鱼油、蜜片、屋苗 绿茶、阿芝蓉栗、阿玛子 这些和某种类的维他命E 还有米糠油、Rice brand 这些全部在食物里面 我们可以达到我们减低心脏病法 这些有效的安全的食料方法 反而这些比较天然的食物 比较有效的要吃药 因为吃药还会有很多副作用 带出来还会伤害自己的身体 多谢大家的收听 明天就是新年了 再祝大家新年快乐 祝大家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多谢你 拜拜 拜拜 你听的是圆网台 我是不能说的真相主持 中原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3w.natural H-E-A-L-H-E-A-L-I-N-G.com.h-k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